大家好 我今天会分享一个叫TUS的Polocode 就是用来做这个文件上传的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了 我叫Sunday 我是在香港01做一个原件工程师 然后我在香港也有参加一些分享之类的 就参加过一个叫ShowMeetTheCode的本地的一个分享 然后我也有参加这个HKOSCon 那今天会谈会说些什么东西 首先就会介绍一下什么是TUS 然后会介绍这个TUS是怎么样运作的 然后最后就会讲一下这个TUS是怎么样应用出来 那首先什么是TUS 就是一个普通的文件上传协定 大家都知道如果就是上传文件已经是很长历史了 有很多的就是你简单一个HT form也可以做到文件上传 那为什么要用这一个开源的Polocode 就是因为TUS提供了一些丰富的功能 就譬如说它你上传到一半 然后你的网络断掉了 它可以保存你的进度 然后你在连上去网络以后 就可以继续去上传 就不用重新来过 还有它其实也有其他不同的功能 它还有一些平行上传 就是它可以加快你上传文件的速度 这样这些丰富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很多 为什么之前 现在我们就需要这些丰富的功能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网络的用法就是很大的关系 现在有很多的产品都是流行一些产品 就像是一些小视频啊 还有大家都用这个行动电话来上传影片啊 这些现在的用户用的网络都是不肯定的 因为你是用手提电话上网嘛 还有就是它现在的拍出来的影片 还有相片的级数越来越高 那个账数越来越高 就是那个文件的file size就是很大嘛 就是很会容易再上传到一般是断道的话 要重新上传就很痛苦了 所以现在这些功能就变成是 对产品来说都是差不多是一定要有的功能了 还有这个TUS有什么特别呢 它就是不需要用其他PoloCode 它只依赖于HDP或者是HTPS 就是说你所有能资源这个HDP的平台都直接能用这个PoloCode 就是其实如果说文件上传我们还有这些PT啊 就是点对点的PoloCode 对吧 但是它不是每个device都Lative 就是不用去有Extra的App 也可以踩support的 因为HDP基本上你有这个网页的功能 之网这个就可以用了 所以这个是很方便 就是你不用太在乎 基本上什么平台都能用这个TUS的PoloCode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TUS的PoloCode是开源的 它已经 它这个PoloCode 就是已经有很多不同语言的Library可以再用了 如果你平常要做一个Follow上传的功能 可能你直接找一下这个TUS的PoloCode 的相关的试图 你把它这个Code拉下来就直接可以用了 就不用再自己做一些 刚才提到一些好丰富的功能 就简单可以直接可以用 就非常的方便 好了 现在我会简单示范一下 它这个TUS的大概是怎么用的感觉 我的示范就是我会用一个Bowser 还有加一个Look.js的后端做这个服务器 这里有朋友是有写JavaScript 还有写Look.js的吗 可以举手看一下 好 那应该就是很 这个例子就是很简单的 那我就是 我就是有一个简单的网页啊 我就是做一个上传啊 我选一个 还有就是因为我这个是本地的网络吧 所以我是在空这个 这个DefiPad Plus 2是把那个网速调慢了一点 所以它就会发比较长的时间去上传 就是模仪这个上传到文件的情况 好了 好了 就是我先上传一个普通的 照片了 好 对 你有看到它是这样了吗 它就正在上传 我现在可以把它交换一点 我先示范一个成功的例子了 就马上就成功了 就是这一般的情况了 就是成功的情况 我现在就成功下载到 上传到这个文 这个照片上去 我的说法里面 然后我现在可以示范一个 失败 就是网络中断的情况 我先把这个网速调慢了 慢了一点 然后我上传一个影片了 这比较大的 好 它就 你看到它就是慢慢的上传了 然后在console里面 看到这个进度 它上传了大概 十多percent吧 然后呢 我怎么样去模仪这个中断的情况了 我就直接把这个网页关掉 那一定上传一定中断了 然后呢 我把这个网页重新开一次 你看到它什么都没有了 那它 我在选择刚才 先把网速调慢一些 这是我上传同一个影片上去 那你看到它马上就爬到一半了 因为它把你刚才上传到一半的资料都放进去服务器里面 所以它可以做到这个中断之后重新上传的功能 不需要由零开始做 这个就是简单的demo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代码了 就是因为它是已经有开源了 它 它的库都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在LockJS 它有一个backend的library 它叫TOS LockServer 你把它刷在下来 就是一些简单的config 是一个你本地储存的file path 还有你设定一个express.js的wilder的wilder 就是订一个end point给他们 你把它带你进去 我这个例子是把它放进slashupload path里面 然后你直接用这个API就可以做到backend已经做好了 基本上你把这个cooler上来就马上能用了 这个是后端的部分 然后前端的部分也是非常简单 它也有一个tos的cooler tos.js 你可以用npm刷在 或者是你直接把这个javascript的file 刷在过来再放进去你的网页也可以 那基本上怎么用呢 这边主要都是一些网页UI的代码 其实最核心的代码就是这一部分 基本上你在library里面有一个tos tos的module 然后你一定要用这个tos.upload uploadstack这样就可以做到这个上传的功能 非常简单 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看那个configuration 但是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 简单来说这是非常的简单易用 基本上这个开源的library已经帮你做好所有东西 如果你要做到文件上传的功能 基本上你拉下来就马上能用了 好 然后我现在会讲一下这个tos是怎么样运作的 好 那么就刚才我们第一次做就是做一个正常的流程 就是把这个文件上传上去没有对网络没有问题的情况 那个其实是有两个步骤的 第一个步骤就是说不要问这个服务器 我要上传的文件我可以把文件上传到那一个end point 因为每一个文件都需要一个end point 所以它其实是有第一步的step 就是要问这个服务器拿一个上传的location 就是调用第一次API 服务器把这个location告诉这个con 一半之后它就可以开始调用第二个API去上传这个文件 这个就是刚才的正常流程了 然后就是刚才我摩疑了一下就是它网络中断的情况 就是它上传到一半就是断掉了 那看重新回来它要上传 那它要怎么做呢 它其实是需要先问一下这个服务器 我刚才的上传的进度是怎么样 譬如说就是它会用一个getprogress的API 就是问刚才我上传了多少的文件 譬如说这个服务器告诉它 你已经上传了一半了 它就会告诉这个con 就con 那就不需要从零开始 就直接跳到文件的一半开始上传 就是这样做到这个上传的效果了 那我现在可以生日解释一点 它是怎么样 这个API是怎么样运作的 好 大家熟悉这个一个叫nc的command吗 它就是一个lative 一个raw的htp的connection 就是你可以用这nc去模仪一个htp的request 这样我现在就会用nc去模仪一定要用tus的API 那我先看一下 好 我就是把用nc连到我localhost 3000 就是我刚才demo用的tus的server 然后我另一端呢 我会把这个result 就是那个server的 返回的东西打印出来 然后就是刚才说我们上传文件第一步 就是说我要问这个服务器我把文件上传到那一步吧 就是getuploadlocation的一部分 它就是有一个postAPI 你看见我的endpoint是slashupload 就是我刚才在后段那边设定的路由 那我就把它这个copy出来 就是发一次给这个服务器了 你看到了 它我发了上去 它有回复 就是说这个怎么看呢 就是它这个有一个postAPI 一个格式 就是说你把这个location 就是你把文件上传到这个路径吧 就是API的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说我要上传这个文件 那就是它要用一个patch的API的 然后呢 就是拿刚才的uploadlocation放进去 我就把它copy and paste出来 所以那个uploadlocation呢 就是这样 我是 好了 对 那我先上传一部分的档案吧 就是刚才我是告诉这个服务器 我要22byte的档案 我现在先上传13by上去 好 我再来一次 NC 我这个把它清除一下 我然后就是发这个request进去了 好 它那个API的说法 就告诉你 我已经上传了13个by了 已经收到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摩依这个断掉的时候 就是这 他上传到一半 他断掉要问这个服务器 我刚才的进度去到哪 就是有一个trap progress的API 它就是一个head的API 就是一个head action的request 就是问刚才endpoint就问服务器了 我就把它发一次 好 你看到了 他会说 你刚才的整个文件的进度 是有22byte的 然后你只上传到13byte 所以呢 前端这部分就知道 他已经有13byte 就可以从 直接从第14个byte开始上传进去 所以就做到这个上传文件 resumable upload的效果了 然后我们继续上传了 好 这个就刚才跟刚才一样了 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大家 哎呀 就是 好 再来一遍 就把这个文件上传过去 好 就是这样 他收到了 已经有22了 那我可以 我把这个文件都放到本地files里边了 就是我列出来看一下 就是应该是这个文件嘛 这我把它打印出来吧 就是我刚才的文件的内容 我就是hello world 我摆身就这样 如果你知道我刚才打开 这个就是一个上传文件的API的流程了 好 但是呢 其实这个流程有一个漏洞了 就是一个不真实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了 有没有朋友是马上就看到是有一些 刚才我示范是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其实不能不是模拟到真实的状范的 有没有朋友有发现 那我继续讲吧 就是刚才呢 我发的 我是发了两个upload request 对吧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我发了13个bytes吧 然后我在最后才发最后的一半吧 对吧 但是现实的状范 你不可能知道你什么时候会中断嘛 你不可能就是前端你的手机说 咦 我预知到我上传到一半 我就会弹到 所以我先上传一半 这个是不可能嘛 因为这个中断 网络中断的时候 是它随时都会中断的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的demo是有这个漏洞的 不是真实的状范 那tus 其实它是有handle到 有处理到这个例外的状范 但是它是怎么样做的呢 我现在就会讲多一点了 就是刚才的问题就是 它不知道任何 它什么时候会断嘛 如果它第一个 第一个api call 上传到一半就断到了 它的进度永远是零啊 因为这个第一个request都不成功 它一部分根本上传不到嘛 对不对 它怎么样处理的 这个就是这个tus 最核心的部分了 那其实呢 如果你有看过 应该大家没有看过 不愿不愿来听了 就是根据tus的spec 就是规格里来说了 就是这个服务器啊 它需要一个能力 去可以呢 储存到用物给你的data 就是如果你的http request 去到一半就挂了 你也需要能储存它上传的部分 对不对 这样 但是有个问题啦 你写一个规格出来 不代表人能够做到嘛 不然我写一个规格出来说 我掉用这个api 我就会发大财 那我什么东西不用做了吧 对不对 我就是由于规格里 我每天就掉用API 我不用上班了嘛 所以就是说这个规格 是不能脱离这个现实的 是要能实做出来的 但是是怎么做呢 要实做这个API 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一下 HTP里面是怎么样运作的 现在来说呢 HTP这个Poto一般都是用TCP来做的 然后TCP呢 其实呢 它是把HTP request来拆散去几个包 TCP的包 就是说你发一个HTP request 但是背后呢 可能是有这个图边的例子 就是说背后呢 有三个包 然后呢 你服务端收到了三个包 再把它重组成一个完整完整的HTP request 这样 所以呢 如果你是 它上传到一半就断掉的话 这不一定是整个HTP都挂掉的 就是有可能就是说 我这个HTP request 它有三个包 我上传了两个 第三个就挂掉 就是我们从HTP的layer来看 就是HTP就挂掉了 我们收不到东西 但是从第一层来看呢 我们其实是有收到东西 但是有一个不完整的HTP request 以TUS这个Protocol 是需要这个用户 这个Devapor的implementation 需要能够有能力处理 它发了两个包 但是也可以传到束缚器里边了 所以就是解决了刚才的问题了 看一下 看一下时间 那好 就是说一个 因为我用LookJS吧 就是用LookJS来做一个示范 好 就是LookJS啦 其实怎样处理这个不完整的HTP request 因为LookJS 它其实是有一个Data Stream的feature来的 就是它把这个Request 当成一个楼 一个Stream 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来的 它是一个connection 它不断有这个资料发过去 就是说呢 如果你这个HTP分成了三个package 它已收到一个TCP package 它其实是可以收到一个Data Event 就是拿到一部分的Data 然后呢 它不断收到Data 然后去到某一个点 这个HTP 已经 HTP的Request已经完成了 它会发另外一个N的Event 那我可以再用N4示范一下 那我这个代码就是做了处理了 就是它收到的Data 就是把Data的一部分 就打印出来 然后完成了 之后就是把这个整个Data 代码出来 好 有点赶时间 但是快一点了 我就 就是刚 我先启动我刚才的代码了 然后我NC了 然后这里就 就是 就是我会发一个Hello World的Request了 但是呢 我就是不可以这个终端了一半 就是它分拆TCP的package 我现在就发半个 你看到它其实是有Role这个字在后边 但是呢 我就用NC 然后用Cmd Ctrl D 去发半个Request 你可以看在这里 我这个放 放一个Incomplete的HDP Request 应该是这里 不好意思 你会看到它收到了半个HDP Request 就是Hello World的部分 然后呢 我把这个最后的部分 发过去 就可以 哎呀 然后呢 它会收到最后一半的Request 然后它就做到这个Hello World 就是一个完整的HDP Request了 就是Lock.js里面处理 不完整的HDP的东西 就是它收到Data 就可以做这个处理啊 就是把它放进去 然后打印出来 刚才我的代码 然后它完成了以后 就是把刚才收到Pandran 组织成一个完整的Request 然后打印出来 那TUS是怎样 implement的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其实就是把它组成的逻辑 不是打印出来 你把它放到HDD里面 其实就已经做好了TUS 这个Core protocol的部分了 就其实把打印 组成Data 变成放进去HDD里面了 对 这就是TUS的核心的部分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了 就是它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 它会拿这个location 就是问它文件上传到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上传文件的内容吧 但是它有一半 有一些机会是在一半断道了 但是用我们刚才那个Lock.js Stream的handling 就可以把一部分的Data 先放到HDD里面 所以它就是 这个HDD Request不是完整的 也可以处理的 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API 就是它要问这个服务器它的progress 它刚才完成了什么部分 然后前端就可以知道它的进度 就是从刚才断道的地方 重新开始上传 所以就是整个文件上传的流程了 对 这就是TUSPotoGroup最核心的部分 对 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这个分享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问题 那我问一个问题 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是大家感觉这个分享是有帮助吗 会不会太简单 还是这个对 这个题目对大家的兴趣不到还是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 大家对这个分享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我可以改进一下 或者是我想一些其他的题目 就可能下一点再分享就这样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时间都差不多 有没有问题 没有吗 好 刚刚好 好 谢谢你 谢谢Sand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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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